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其实我们在台湾推Squatch跟这个外部感应器大概也将近十年了 那邱老师基本上是从头到尾参与的人士啦 那他很早在那个花莲的道香国小其实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教学 所以事实上在开始推广 就是说我们真正就是透过一些科技部的力量开始做推广的时候 他已经早就在现场上已经运作非常非常久了 对那其实邱老师他其实就是参与了非常多花莲县 县的一个特别是关于资讯教育课程的一些规划 还有像创客或是积淀创客这方面的主题 那除之外邱老师事实上我才想说 对邱老师之前还去内蒙古还有缅甸 还有做资讯志工 所以他事实上就除了在台湾之外 还有在全世界发挥他的这个光与热 那我想今天这一场的研习我觉得蛮好的 那个是麻烦助理帮我切到今天这一场的那个部分 好 首先我必须讲 就是说邱老师绝对是这个现场里面可以讲这个题目的人 因为基本上从刚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还到花莲道香国小做研习 那那时候邱老师教我们那时候是1.4版 那那时候是搭配了一个叫S4A的软体 那时候他就开始教我们Arduino 所以我是他课堂的学生 然后他太太也非常的热心 还中午还煮了那种很好吃的甜汤 所以我每次都念念不忘就问说 你太太要不要这次怎么样 OK 好 所以说事实上他从就是刚开始 从1.4版的S4A一直推广到现在 所以整个对于Squatch跟硬体衔接的这个部分 其实他有非常多的经验 所以我想今天他透过一个叫做超数学习法 带大家review一些相关的一些硬体 然后帮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在教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教些什么 然后需要知道些什么 我想会给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 那我想整个这10年来我们在推动Squatch 那当然108课纲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国中的部分资讯教育这部分已经上线了 但是我们还是期待未来再可期的未来 希望在两三年内我们国小的部分也能够变成正式课程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目标 然后那大家就一起努力 那我们越准备的越好 我想我们不管是国教署或是教育部 会看到我们这边的努力 那当我们的准备度越好 那当然就是未来这个部分就会越来越快 那希望这个是一个可见的未来 那是不是大家如果方便的话 因为邱老师已经露脸了 那如果有人要跟邱老师say hello的话 这也可以就是打开个那个什么跟他say hi一下 那我就先借我的手先欢迎一下邱老师 好谢谢邱老师 那就再麻烦您谢谢 好谢谢 好感谢大家星期天上线 那个刚放暑假而已 应该心情上面蛮轻松的 那所以我们每一次上课呢 前面就要先八卦一下 因为我有邱卿老师准备好咖啡点心 炸鸡啤酒 所以前面会先来八卦一下 然后后面才上正课 然后正课里面会有一半是属于比较课程的部分 那一半会是属于比较实际操作的部分 像大家在这两个小时会比较不会那么无聊 然后那个初阶的跟高阶的老师都能够有一点收获 好那我就把画面分享一下 好那今天上课的内容的部分 主要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的课其实就是不专属Arduino 我的概念大概用上任何的软体硬体 都是可以参考的 那所以我们就会针对那个环境的选择 你的教学环境的选择 你的软硬体设备的选择 然后上课的一些基础 技术课程部分的一些整合型的教材教法 会比较有效率的部分 做在第一个部分跟各位做说明 然后第二个部分会比较偏向课程 就是你上课的方式 因为我们常办研习 最大的困扰就是老师会跟我们反映说 技术我好像学会了 但是他不知道上课要上什么 那这个部分就是国中可能比较没烦恼 因为课纲都已经定了嘛 所以大部分老师都会按照课本上课 那除非说你有一些社团或者额外的时间 你可以做进阶的教学 那不然就是在国小的部分 会老师真的会的技术 然后不知道要上什么内容 那所以我们在第二个部分 会提供老师一些上课的形式 然后重点是 我们其实国中小 他是国民教育 那国民教育会牵扯到 等一下我要讨论的一个议题 那如果是国民教育的话 我们应该教会学生的 的确是素养这个东西 就是带得走的能力 但是口号喊得很好听 我们都讲说要教学 带得走的能力 可是事实上我们在学校的操作 都是带不走的技术 所以这个会在真实 教学跟真实生活上面 会有在素养化这个部分 会有一个落差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会提出一些我个人的方式 个人的很简单的方式 那各位有上过我课的 都会知道说 我上课就是简单易懂 简单好懂 因为我就是专门 耍嘴皮子骗人的 把人骗进来是第一步 那骗进来之后 他有兴趣之后 你要再搞得多难 我想他都会愿意去学习 所以第一步一定要 把它弄得很简单 很容易 然后很有趣 这是我上课的一些原则 那首先我们先 我讲义都有放在资料夹里面 所以各位老师可以自行去取用 然后有些讲义是不是很完整的 因为我每次上课就会 比如说这个新制图 我就会补一些进去 补一些进去 所以各位如果要最后拿到最完整版的 应该就是跟着上到最后一次 这样子可以吸引大家 不要今天上完就 明天就不见了 所以就麻烦各位后面就继续跟着 我们都会有一些 蛮洗脑的东西 来提示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在 各位如果有泡茶喝咖啡的 吃早餐的可以 拿起来开始慢慢吃 那我们先讲一下 我们先来八卦一下 有关全民学城市这一件事 好 那 我这样子放好了 好 那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 都在鼓励大家学城市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不管是各国 各国我就不讲 各位就自己上网去查 那在台湾就是国小 我们大概中年级 我自己是中年级就开始教 然后不用等到高年级 然后国中三年 高中三年 然后大学现在还把城市当作是一个必修的通事 那这个部分都是因为国家的政策的关系 所以希望大家都来学城市 那对我来讲当然是 我觉得全民学创课才是更好的选择 因为城市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抽象的思考 那我们人不能只有抽象思考 就是你只能在脑筋里面想 然后东西都做不出来 所以我还是喜欢全民学创课 当然那个是终极目标 但是上面不懂 那个创课的重要性跟精神 所以我们只能够慢慢的这个苟延残喘 看怎么样有机会再来推这个部分 那回到主题 大家从国小就开始教小朋友学城市 然后学到大学都还在上城市 那你就会发现有一件事情 有很多的家长老师学生 就会跟你质疑说 那城市是到底有多重要 我为什么一定要学城市 那我以后 我继承家产 我家里就开公司 或者我就卖菜 我就去Seven当店长 那我干嘛要学城市呢 浪费这么多年的时间 你看从国小四年 国中三年 高中三年 然后大学还有一年 那如果我把这些时间 比如说我以后如果要从事餐饮业 那我把这些时间都拿来学我怎么做菜 学我怎么做面包 那不是很好吗 我就可以从小变成一个专业的人才 那所以 你会听到很多这样子的声音 但是作为一个资讯老师 他一定会跟你说 没有我们学城市其实是为了要教小朋友思考 懂逻辑会思考 但是这个部分等一下跟各位做说明 那为什么基本上我是同意这一个看法的 就是小朋友毕业以后 如果他不是走资讯类的工作的话 那他学城市 学创课这个东西 其实有一点浪费时间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我现在在跟各位做一下分析 就是根据劳动部的统计 我们的大学生毕业之后 毕业之后 我们所有的职业类别 你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以像这个出版影音制作传播 这个包括教学资通讯行业 这个类别有26.8万人 然后专科科学技术这个部分有38.6万人 我们把这两类都当作 他的工作上会需要用到程式 都把它算进来 那其他的都是不需要用到程式的 那这个比例占总比例大概只有6% 也就是说6%你可能没什么感觉了 就是100个人里面大概有不到6个人会从事资讯业 那我们把它具体的说明一点 这个能力其实是运算思维里面的资料表示 那所以刚刚的证据就说明说 如果你教班上一个班有30个人 你那个班30个学生 那你就算你教的很好 小朋友都很喜欢 他用了这么多年在资讯课里面 学程式学创课 那可是到他出社会之后 30个人里面 只有两个会用到这些知识 那换句话说 另外28个人 是在用青春陪葬 陪着两个人浪费时间 为什么会这样说 那回到刚刚的问题 就刚刚这个数据就证明说 学程式学创课这件事情 其实如果你还是维持现在的模式的话 就是上课只有教技术 只有教你程式怎么写 只有教你怎么做雷切 怎么做3D 或者是怎么去做基电整合 如果你上课就只有学纯技术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真的会是浪费多数人的生命 这照我的观点是这样子 客观的事实分析也是这样 那刚刚说 国民教育是为了培养 每一个人出社会的通用的基本能力 那这个跟高中职高教跟技教不同 那如果你是高教技教的话 你走专业 这个是无可厚非 那是一定要做的 但是国民教育 他学的东西 应该是小朋友未来出社会 都能用到的基本能力 所以你从这一点来想 你就会知道说 如果真的只教纯技术 真的对这个小朋友来讲 的确是浪费生命的事 那有些老师就会 就会提出反驳 欸不对不对 我们学程式的目的是要 小朋友会懂逻辑会思考啊 可是你回想一下 你们的教学 回想一下其他资讯老师的教学 是不是真的上课只有 纯教你怎么写程式 没错吧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大部分都同意 怎么教你做积电诊 但是他把后面那个 我们真正要他学会的思考的方法 发挥创意的方法 自主学习的方法 其实老师上课都没有带到 那这个在课纲里面 昨天听其他的老师讲 这是属于学习表现的部分 那技术那个部分 属于学习内容的部分 那所以课纲 其实他定了学习内容 他希望我们把学生交出来 会有学习表现就是能力的部分 可是事实上 我们在上课都没有教 所以我的课程的后半段 就是下一次跟下次的课程 会再跟各位讲说 我们要怎么样很容易去 把他的能力给交出来 让他是 让他在这个国小、国中、高中、大学 在学城市、学资讯的这个课程里面 都可以真正学到这些能力 那所以如果我们只讲技术的话 其实就是 就真的会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样做才对 请从后面 后续的分享 再来跟各位做说明 那所以这个是 刚刚前面帮大家醒脑一下 那接下来要回到我们的正式课程 那刚刚有一位老师问说 Transformer有Mac版吗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几个软体里面 只有Mblock有Mac版 那其他的那个 软体是没有Mac版的 好 那回到我们的正课 所以我的大原则 在我们上课里面 我们上资讯课经常会去做软体硬体的教学 那其实我在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由我们要做的专题 然后去做软硬体的工具选择 这个才是上策 所以不是说一离开就 一开始就直接交小朋友 比如说我交Transformer 我就从头到尾Transformer 我应该是先让他先增广见闻 我知道说有哪些软体 有哪些硬体 那我们上这个课 为什么我们现在挑Transformer 为什么我们现在挑Arduino 那这是因为我们第一个可能经费的限制 第二个可能这个部分比较简单容易上手 或者是我们这个课程的属性 就挑这个比较合适 其实需要前面有一小段跟小朋友去做分析 这样子小朋友才会知道说世界很宽广 我不是只有这个东西而已 那我也可以去尝试其他的可能性 然后根据我的专题需求 哪一个软体哪一个工具 哪一个硬体对我这个专题来讲是比较有优势的 或者是说对我的经济来讲是比较容易负担的 那我就去做这样的选择 那如果说好用的东西很贵 那我如果出不起 那我只好用比较便宜的东西 但是技术上可能就需要自己要再去克服一下 因为大概就会比较难一点 所以都是一些选择性的问题 所以会先建议各位就是我们上课就是先开透学生的眼界 然后再根据学习的内容去个别深入 然后上课的模式我第二段会讲到 第二段就是我们通常会先针对初学者 我们还是会先有一些基础教学 然后后面才会有一些小主题性的教学 这是我们上课的原则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既然我们要上这个课 我们可能要先知道说有哪些软硬体 好那我们今天不会介绍所有的东西 不会介绍所有的东西 那我这边分享的是几个我们常用的 然后感觉 那我把它大概是以Arduino为主 那所以我的上课的介质 这个软体的分析是以Arduino为主来做分析 那如果各位上了不是 那你可能就要用你的那个硬体的角度去做分析 好我们会把它分为 如果你是用Squitch 我们大概国小初学都会尽量鼓励用Squitch 好那如果是你是Squitch的话 我们大概会有这几种选择 好那第一种选择是直接 厂商直接从Squitch直接做改版 所以换句话说 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Squitch 所以像这种东西你只要直接执行就好 那另外一种叫做中介型 那中介型你会需要用到 原来的Squitch 原来的Squitch 然后再加上一个中介的程式 一个在中间做转换的一个翻译的程式 然后另外一个不是Squitch的 它是Blockly的 它是适合比较进阶型的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大概说明一下 像直接改良型的Squitch的这一种 像比较大家用的比较多 大概是Mblock 那Mblock内容比较丰富 它的优点就是 因为它是从Squitch改来的 所以它有继承CC授权 所以它一样要无偿提供给大家 可以直接使用 然后它的最大的优点是它 它是Squitch的界面 但是它有提供烧录功能 所以除了直接线上模拟 跟Squitch多媒体互动之外 它有提供烧录功能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点 然后它的扩充积木也是可以开放 就是有这个能力做扩充积木的老师 他就可以把积木直接放在官网上面 那提供大家做处理 那它的内容蛮丰富的 有AI、物联网这些都有 然后云端的资料也非常的丰富 所以会建议说 而且这个是国内有 它早期是对岸的软体 那后来因为事业越做越庞大 现在已经是国际化公司了 但是因为母公司还是对岸的 不知道那个国家的政策上面 国安 国安应该是目前应该是没反对 但是不晓得未来会不会哪一天又 又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但是目前在台湾 它是台科大在代理 那因为台科大公司是全台湾 大概最大的创客公司 那所以他们也有驻厂的工程师 所以你要做什么 反应、意见 他们都可以帮你做一些修正或调整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比较好的 那早期还没有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用过一段时间 然后因为 因为我们跟他反应很多事情 他都没有改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台湾的代理 或者我们没有联系上 所以 早期是因为出了很多trouble 然后不改 然后后来我有一阵子是拒绝用它的 但是为什么还留着它 是因为它可以烧入 所以我做一些小专案 我会需要用到它做直接烧入的动作 那其他同样这一类的呢 会有那个类似像Kitty Blocker 然后MyPlus这一类的 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那再来呢 中介 中介我想国内大家用的比较多 那比较有名的就是 Transformer跟Be Desire 那Transformer是也是台湾的公司 宇宙机器人 他们所发展的 那都很好沟通 所以合作非常的愉快 那你想要修改什么 或者是要什么服务 都可以直接跟他们公司去做反应 那Be Desire是桃园蔡教人老师 也是社群的老师所发展的 那功能也是非常的强大 最近这一年 改版的速度非常的快 提供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那所以这个都是蛮建议老师使用的 那另外呢 如果你是Chromebook的话 Chromebook目前大概也没有其他的选项 你只有WF-Dreno 但是听说目前比较少在维护 这比较有点可惜 那其实社群里面比较希望的是 OSEP 这个目前刚推出来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等一下在做优缺点的时候 就是 像这一类中介型的东西 它的城市发展的是 著作权是属于那家公司 或者属于那一个人 那所以换句话说 它不是希希授权的 所以你要使用的话 就是要跟他们做申请的动作 那当然目前他们都有开放教育 是免费使用的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可是会有一个 就是我们在挑软体的时候 有时候会比较care一个 延伸性的问题 就是你选这个软体 它的维护的能量是不是足够 会不会说你交了这一年 可能明年公司就不见了 或者是开发的人很忙 他可能就没有时间维护 那你就会没有办法延续 这其实我们在交这个部分 会需要有一点考量 所以像 这公司平常对创客老师很好的 我们就会尽量 也能够尽量去帮忙 像 刘正琦老师自己开发积木 或者是 许明瑶老师自己开发积木 或者是 蔡教兰老师自己开发DDesigner 那我们就会 也会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然后希望他健健康康 堂长久久 不要出任何问题 因为他们一旦没有空了 那很可能他就没有后续的维护 所以这个都是 我在选软体的时候有一些考量的重点 然后像这一类中介软体就是他只能做线上模拟 就是他只能在Squitch上面跟你做互动 那他没有办法做騷录 这是他的小缺点 那 这是中介型的部分 然后另外 Broccoli呢 Broccoli这边我要介绍就是这个 MotoBroccoli IoT 那这个是会手科技 那会手科技他们 也是长久以来跟社群的老师做配合 所以他们的服务的能量也是非常的足够 那不过MotoBroccoli呢 他并不是Squitch界面 他是Broccoli界面 所以如果不是Squitch界面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直接在线上做模拟 那也不能使用Squitch的多媒体 但是他的优点就是他直接烧录 所以你去做那个离线的作品会非常的方便 而且他提供的积木使用的感受器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所以我如果要做进阶的专案 需要跟电脑离线的 我会尽量去使用MotoBroccoli这一类的 那也有老师在使用AudioBlock或者是AudioBlock 这一类的也是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 这个都可以各位可以去做选择了 那另外其实也有网路平台型的 比如说对岸的好好的搭搭 然后另外我这边就没有讨论文字型的 因为Focus在国中桥 所以我就不去讨论文字型了 所以目前的选项大概这些是比较常看得到的 比较常看得到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稍微进一下实作 让各位可以稍微转换一下 好那软体我想各位都可以下载的到 我们有附那个连结给各位了 那所以呢 这个上面是官方的连结 官方的连结 那不过我那天我昨天在分享的时候 我发现BizBizaya这一个分享的网站 会被脸书给踢掉 所以这应该是他挂那个网站的地方 是脸书的拒绝网来户吧 违反一些什么规定之类的 比较可惜 所以我就放在 放在那个各位讯息里面的连结 可以直接连 好 那 那这些刚刚有跟各位说 提到了 那比较特别的一点是 Block Mblock 在 扩充积木的部分 扩充积木部分 今年由于那个猫咪杯的关系 那许冰洋老师把 Mblock的扩充的积木 Adeno的扩充积木 直接挂到官网上面去 那这其实也是我选择软体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知道有一些老师 比较厉害老师 他会开发 个别开发一些外挂积木 但是外挂积木 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如果你不是 直接挂在官网上面的话 那学生或老师 他必须知道 谁有做外挂积木 然后东西放在哪里 你要知道这两件事 你才有办法去使用那个外挂积木 但是如果你是使用Mblock的话 他在各位安装的部分我就不讲了 我直接各位就自行安装 那我就打开来直接说明一下他简要的功能 Mblock它本身他也有平台版的 网站平台版的 那在 好 那个在你在使用Mblock的时候 基本上他的界面就跟Squatch一模一样 那但是呢 我们如果要用Arduino 我就必须在设备这一栏 增加Arduino的硬体的资源 那所以我会去按添加 添加 然后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们公司就很多设备可以用 所以基本上Arduino这边也有资源 所以你就去把这一个外挂把它下载 下载选好之后按确认 他就会把这个硬体的资源把它塞进去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Arduino 那能够使用Arduino之后 接下来你要把它的积木放进来 所以你加了这个设备之后 基本上它的这个基础的使用Arduino的积木 就会出现在这边 然后呢如果 你要使用的一些感测器 是这边没有的 因为这边只有提供基础型的 那你就可以使用刚刚我们讲 许明耀老师所开发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你就必须在延伸集这个地方 去做点选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设备扩展 所以你点了设备扩展之后 在搜寻 关键字搜寻这边 你可以直接搜寻Arduino 你也可以直接搜寻许 你也可以直接搜寻许 所以你要用什么感测器你就把它挂进来 比如说你要用温湿度 就把它按添 就按添加 好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处理 好 那所以早期它只有这样子 所以我早期只有基础的小专案 会使用它 那因为它很多扩充积木没有 但是自从许明耀老师把外挂积木放进去之后 我就可以增加很多其他的部分 那刚刚有讲像这一类的软体 它有兼具线上模拟的方式 这边可以看到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是即时模式 那即时模式就跟各位用中介 然后在Squitch里面直接控制Arduino 然后可以跟小猫互动 这种模式是一样的 那可是它这边又提供一个上传模式 这个上传模式就是烧录模式 那烧录模式的话 它就可以直接把你的code 你的程式直接烧录进板子里面 那这个不知道老师大概比较少用 那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讲解一下 使用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把你的Arduino 把它踏到电脑上之后 那电脑会抓到你的Arduino 当然驱动程式要先装 驱动程式要先装 那如果你是即时模拟 你就要切换在即时模拟的部分 然后你要先做连接 先做连接 所以这边有一个连接 那你第一次连接的时候 你要去选 选你的电脑的连接铺 你Arduino是接到哪一个窗口 那它其实自动会跑出来 自动会跑出来 那如果你不确认是哪一个 你就要去设备管理那边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装置管理员这边 那这个部分是讲给初学者老师听的 你的Arduino接在CAM3的话 那你待会就要选CAM3 所以会根据你所选的方式不同 然后去做连接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用Mblock 那你连接成功之后 它会叫你做韧体的更新 所以这边会出现一个更新 那你只要做完更新 做完更新之后 基本上它就 它的韧体里面 就把那个跟Mblock可以互动的韧体就烧进去了 那烧进去之后 你必须再重新按一次连接 因为烧完之后它会断开连接 所以你重新按一次连接 它显示连接 它显示连接成功之后 基本上你就可以跟你的Arduino板子做互动 你就可以去控制板子上面的脚位 比如说它内建的第13只脚 就是板子上面的LED灯 那这个部分呢 如果你是线上模拟的部分 那我们就会使用点滤旗 所以当你去Action的时候 它就会把那个第13只脚的 相对应的那个LED灯给打开 这是线上模拟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跟Squatch一样做一些 Squatch原来就可以做的一些动画 或者多媒体或者游戏 然后就用Arduino跟它做一些互动的控制 那另外一个方式 刚刚有说 就是如果你要直接烧录 比如说你这个装置做好之后 我不想接电脑 我要把它放在那个穿堂 然后连一棵圣诞树 然后根据感受器的输入 去做那个圣诞灯光的做切换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采用上传的模式 那上传的模式呢 你就必须使用不一样的开头的积木 就要换这一个 刚刚我们那个即时的模式是用这个点滴期 当你切换模式之后呢 它就变灰色就不能点 所以如果你是切即时模式的时候 点滴期可以点 但是Arduino启动这个就不能点 所以这边就可以知道说 我在上传模式 烧录模式跟线上模拟模式 它是哪些积木可以用 哪些不能用 那其实蛮直觉的 就是如果你用烧录模式的话 你去 比如说我们一般Squatch里面的那些积木 就不能用 就不能用比如说多媒体的 声音或者是小猫的动作就不能用 所以这是很正常 所以当你把这个程式 比如说我做一个闪烁 高电位低电位 然后有等待时间 那当你程式写好之后 我现在是用上传模式 就烧录模式 那我只要呢 在这里 在这里 以前是在这 早期是在这边按右键 那现在呢 只要在这里按上传 这个地方按上传 它就会直接把程式烧录进去板子 那所以你的板子 这时候只要接一个行动电源 或是USB供电 这个Port要选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处理 它就可以直接把程式烧进去 做离线的 离线的烧录 程式可以烧进去 就是我们在做连接的时候 首先你要先确定你的Campo是多少 那这个部分在 在装置管理员是看得到的 那你确认你的Campo之后呢 如果你是即时模式 就是你要跟它直接对联的模式 那你选到即时模式之后 你要先按 连接 先按连接 然后它会要你更新 那所以你就要去选择更新 如果你的板子有烧过其他的程式 它就会做 你就需要做更新这个动作 那更新完毕之后 它才可以跟你做互动 那如果你是上传模式的话 这个大概是Campo Campo没有选 如果你发现你有问题 连不上你 把你的USB拔掉再插回去 它会在做连接的时候 会再问你是你的连接铺 那如果你连这个地方都没有出现 那表示你的驱动程式有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你要确认你的左边这里 你有先把Arduino这个设备给加进去 如果你没有加进去的话 也没有办法做连接 因为它会稍错韧体 如果你这里不是Arduino 它稍错韧体 你也没有办法连接 所以这两个是要确认的 那只要确认之后 你按连接之后 它要去检查你的板子上韧体 如果是Mblock 它就可以直接连 如果不是 它就会先叫你做更新的动作 那基本上这样就可以做完 直接连线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要烧录 我们就会选上传模式 然后在你程式起来好之后 就直接按上传 那这个前提就是你刚刚前面的看破都 都选好 然后支援UNO吗? 没有 那个在你的 你从设备这边可以看到 它除了这些设备都有支援 然后那个包括HELLO CODE也有 然后在Arduino的阵营 除了UNO之外 Mega也有 然后Michael也有 然后那个云也有 李奥纳多也有 还有NANO都有 所以我们在做专题的时候 我们会习惯用小板子 那所以你都可以直接用这个去做烧录的使用 像我们在做一些小专案 比如说圣诞灯或者什么背光灯 那我还要希望我的背光灯 是可以跟人互动的 那我就会需要写程式 那我就会挑NANO板子 因为它比较小 就可以直接藏在那个里面 然后另外像那个 如果你要缝在衣服上 我会选那个Lily Pad 那这边还有其他板子 各位可以参考 应该是资源非常的丰富 资源非常的丰富 好那这个是资源的部分 然后ESP32 因为我本身还比较少在玩ESP32 所以一样是在那个设备这边去看 如果上面有就有 好那 那 有擦 Arduino 但是没有看到Arduino的图 你要在设备这边去选 不能在角色这边选 你在设备这边选 当你按添加的时候 应该是找得到的 然后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你没有加过 像这个没有加过 它就是这个韧体还是在远端 所以你要先按一下加号 让它先下载回来到你的本机端 那下载回来到本机端之后 你才可以选它再按确认 它才会把它设备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你才可以使用它的积木 好那 Mblock有Mac的版本 然后还有浏览器的版本 所以你有需要的可以去试看看 好这个是Mblock的部分 好对那个自主学习设计思考运算思维跟创意发想 这个我后面都会讲 不一定是今天 不一定是今天 好 那这个Mblock的部分 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然后那个许明鸭老师的外挂积木 它在那个扩充的积木上面的连结可以直接连到它的教学网站 所以你甚至不会用 还可以去使用 高斯大的NKNU Block 它目前好像只有支援Nano 这个部分可能要再做确认 而且它安装的时候要上网做认证 你要去官网申请它的帐号跟它做认证 好 那你在电脑教室安装会比较麻烦一点 好 那以上是这个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分享另外一个 比较常用的 好 那再来我们分享一下Transformer 好 那Transformer你装好的时候 它长相是这个小机器人 所以你直接把它点开 好 直接点开 那这边我稍微讲一下 它左边这里提供了也是各式各样的设备的资源 好 那这个软体呢 原则上宇宙机器人他们是教育 教育单位是无偿使用 但是呢 其实它这个软体是有在卖的 那一个软体才100块 就是一个授权100块 所以如果有心要支援国产软体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帮帮忙 好 那 我常常使用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发展的比较久 然后比较稳定 那它这边呢 各位老师 从我们给的那个连结下载的 这个是它的正式版本 正式的版本 那所以会需要序号的部分 那各位到那个讲义的连结下载那边呢 我们有提供序号 提供这一次的使用的序号 所以各位从下载的讲义的连结里面打开 这边 这边有一个S4A的序号这一个 这个请你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边有一组序号可以用 那 这一组序号是 大家可以用同样的这一组序号 这一组序号的容量是105台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安装这一个版本的话 你用这个序号就可以启动 用这个序号就可以启动 或者是你要用个别单一序号启动的 也可以从下面去找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做清单分配老师序号 所以各位用上面这个其实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是序号的部分 那他们很大方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电脑就是要安装 你只要到他的官网去填一下资料 然后跟你直接在备注那边跟他讲说 我是电脑教室要安装 我总共要装32台电脑 他就会给你32个序号 或者是广播版的统一序号 然后你就可以用一年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在另外一个好用的地方是 他在这个设置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驱动程式 我们常常在讲硬体的时候 早期在安装环境的时候 会需要安装驱动程式 其实蛮麻烦的 步骤很多 但这边他都帮你整合进来 那所以如果你用这一套的话 其实你就不用再另外找驱动程式 那所以你没有装过Arduino的 请你第一次这个打开之后 就在驱动程式这边 请你把上面两个 这个是原厂的驱动程式 就是如果你买板子一片是 七八百块的那一种 那个大概是原厂的 他会用这一支 那如果你是买 跟我们买一样就是 一百块两百块以内的这一种 这个是副厂的板子 那他其实也没有分正副厂 因为都是CC授权 所以工厂是可以自己生产 自己改造都没有问题 那像这种便宜的板子 都是用CH341 所以基本上前面这两个驱动程式 装了之后 大概百分之百的Arduino都抓得到 都抓得到 所以驱动程式 我会在这边事先装 那这里面呢 我们通常平常在使用一般的教学 我会选S2A Plus 那为什么不选S4A Plus 不要以为数字大的就比较进步 不是 S4A是早期第一版的Squatch 叫S4A 然后第二版是Squatch2之后 Squatch2、Squatch3 我们都把它叫S2A Plus 所以会选这一个选项 然后这边如果你有接板子 你就要去选你的板子 那各位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不使用板子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只是想模拟 知道看得到积木 看得到程式可以用的话 我其实我没有带板子 我都可以使用积木 那如果你是真的上课要实做 那你就要选到你的板子 所以这边就要点进来 那如果这边看不到 当然就是你的板子没有超上去 或是没有驱动 就这么简单 然后第一次烧录 第一次要烧录 这个所谓第一次的定义就是说 你的板子先前如果有烧过别的程式 或者用过Mblock 或者做过别的事 那你就要把那个板子上面的韧体把它盖回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选自动烧录 然后Squatch 就把它打开 那因为它的选项比较多 所以我习惯上 如果你要小朋友不会丢三那四的话 就跟那个毕业旅行一样 我们提醒小朋友带行李 你出门的时候你有三个行李 你就每次上车下车你就要数一二三 所以这边我就会跟他说 一二三四 然后连线 我就跟他数一二三四 所以每次他就会去数一二三四 都有做确认 好了就按连线 这样子基本上他就不会问题很多 就不会问题很多 好那他连线的同时他会直接把Squatch给打开 但是这种中介型的呢 在你把Squatch叫出来之后 第一步就是要把你的扩展程式给打开 你的外挂 所以我们就会在延伸级这边去选 你要用的积木 那这边是我们刚刚是用S2A Plus 所以我们就选S2A 那这边有其他的选项就是 这个是有外挂 比较复杂的韩式库的积木 比如说超音波什么之类的 就会选这些选项 那一般我们是用S2A 所以我就点S2A 那点完之后呢 这边就会出现硬体的选项可以使用 那我就可以去使用相关的内容 使用相关的内容 所以这个是像这种中介型的 他的使用的模式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那他都是线上模拟 所以不会有那个骚入的选项 那 这个部分我就先保留着 等一下我会用Transformer 来做那个 来做那个 积木的教学的演示 那 我们时间剩下的不多 所以我很快的再把后面的东西再讲一下 那至于那个Be Desire 因为用户颇多 根据这一次的猫咪杯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老师 都选择用Be Desire 所以相对的使用的老师 就是多数 那这个部分我就不再做说明 然后OSEP的部分 我们就会希望赶快 有老师加入专案 然后把那些 扩充的感测器的积木 能够提供的越多 老师才会越喜欢用 那接下来我讲一下这个 比较特别的 很强大的Moto Broccoli IoT 那 刚刚讲过它是Broccoli型的 那它是直接烧录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跟小猫做互动 也就是说它不会有多媒体 跟电脑直接对联的部分 那可是你可以看到它这边 就提供了非常多的硬体 包括基本的输出路 基本的输出路的类型 那各式各样的感测器 原件 比那个Mblock 其他的东西多得多 那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要做的专题型 就是那个跟电脑不用连接的那种 个别的那种专案 比较复杂的时候 那我就会采用这个Moto Broccoli 去做烧录的动作 做烧录的动作 做烧录的动作 那不过这个就是 这也是满沙的一套软体 那会手科技 他们也是会常听老师的意见去做修正 那我想上半段 上半段的时间 我先切到这边 那等一下 那个下半段 那我就会针对 我们平常的一些教材的 简单的教材教法 在针对技术的部分 然后还有那个课程上课的部分 会做个简单的说明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十分钟 好 谢谢那个邱老师很辛苦的 帮我们回应了一些问题 也感谢各位老师的一个互动 那我想刚刚邱老师有帮我们介绍了 几个常用的就是Squatch 然后接接硬体的一些程式 那大家应该都非常好奇 当然学这些程式存在 那重点是要学什么教什么 然后把这个教学的策略放进来 让学生能够学的快乐又简单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 接下来这个小时 我们一样热烈的欢迎邱老师 那由我代替鼓掌 好 那就欢迎邱老师 谢谢 好 那接下来我讲一下 那个我们一般上课 就是一些比较通 因为我们现在教学其实会比较 不用以前的技术型的教法 会比较用一个比较整合型的教法 那比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 就会先把感测器 先做一个简单的分类 我等一下 我先不管了 好 就是我们以前感测器都是一个一个教 那其实我们会 现在会建议你就是分群 分类 分类去教 那我会一般把感测器的学习 会分成五大类 那首先是数位输入 数位输出 然后类比输入类比输出 然后另外最后一个是韩式库的 因为你分类教会有很多好处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之后再提 那在教这种硬体课 首先很多老师会搞混这些东西 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数位 什么叫类比 那其实数位类比 它就是一个讯号的样态 那简单的说 那个数位其实就是 不是黑就是白 不是有电就是没电 不是零就是一 像这样的一个讯号就叫数位 那类比呢 它就是一个连续的 连续的范围里面 它可以是里面任何一个点 比如说0伏特到5伏特中间 我可以是0伏特 我也可以是2.8伏 我也可以是3.92伏 像这一类的就叫做类比的讯号 那转换成我们Arduino的输入 大概就是0到1023 那这个部分大概会跟它的精度有关系 那输出输入呢 判断的方式也很简单 基本上就是以你自己为中心 或者是以板子为中心 我要收资料进来 资料是从外面输入到我的程式里面 或者输入到我的板子上 所以外面进来的资料 这个叫输入 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一类的模组叫做输入模组 那如果你是要控制它去动作 那我们就叫做输出元件 比如说马达 我要叫它转几度 它是命令是从我这边出去到马达上面 所以就是出去的 控制的命令出去的叫做输出 所以这是输出跟输入 所以我想你把这个原则定义讲清楚 学生就很容易分辨说 这是属于哪一类的模组 那另外比较困扰老师的是在这个接线的部分 好 那这个部分 我还是切换一下那个画面 那各位直接看我的画面 我发现我这个Nanovo不能接两个投影机 很讨厌 再想办法克服一下 好就是GPS通用的接法 我们一般我顺便连那个杜邦排线的管理的方式 一起跟各位说 各位 你们套件里面通常会有这种杜邦排线 那我为什么不喜欢用RJ11的那种接头 那种直接一插上去防呆那种插座 因为那种插座你交不到电子的一些习惯跟原则 你会交不到 然后 就是一些使用习惯上 你会比较难去类化它素养导向 未来在生活上的能力 所以我都会喜欢用杜邦排线 那杜邦排线呢 其实它蛮好用的 就是 我先讲色彩的管理 那像这种 这种排线它是彩虹排线 它是十个颜色一组 所以每十片它就会重复颜色 重复颜色 那重复颜色的时候 各位如果画面太小 你可以把我的画面切换到 在那个设定的选项版面配置那边 你可以把它切换成 那个自动吧 自动它就会把那个讲话人的画面 放到最大 或是那个测栏 它原则上会把讲话的人的画面把它放到最大 那所以呢 像我们一般常用的通用型的感测器 它的模组大部分都是三只角 那我就会习惯呢 习惯把这三条线抓出来 这三条线是咖啡色、红色、橘色 那在电子液的使用习惯它是这样子 就是黑色跟咖啡色通常是接地 黑色跟咖啡色通常是接地 那红色通常是正五福特 那其他的颜色就是讯号 就是讯号线 就是其他的或者是其他的电压 那所以当我把这三只角的线都拔出来之后 我就会有一堆这样子的三只角的线 那对应到你的感测器 对应到你的感测器 像一般常用的 一般常用的感测器 它也都是三只角 那我们尽量会买 它的排列组合都是GVS 照顺序排的 这样小朋友比较不容易接错 那同时我们也会跟他讲说 G就是接地 那V就是正电 V就是正电 我分享一下画面 就是我们一般的模组呢 我们都尽量挑GVS GVS 好 那这模组 如果有照顺序排是最好 但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也没关系 那我们的Arduino板子上 你通常也是会每一排 它每一排上面也会有GVS 好 那这个S 这可能D排是D D D2 这一排 它会一样会有GVS 好 那你在接的时候呢 我们会习惯 会跟小朋友讲说 大部分的模组 这种通用型的模组呢 模组就是要供电 那供电 那供电就是要有正电负电 所以你就先把V跟G接起来 这一定是 所以这两条线 其实就是负责供电的 所以正电出去负电回去 形成一个回路 好 呼应我们上次所讲的 你的设备要动作一定要有回路 然后要有供电 所以当这个V跟G联起来之后 这模组有供电 它就可以正常的工作 那所以剩下的另外一条线就是讯号线 这个就是讯号线 那它如果是输入模组 那你就要看你要接到 如果你是接数位讯号 你就要接到Arduino的D的这一排 那如果你是类比模组 你就接到A的那一排 所以其实这样就很好分 小朋友也比较不容易会接错 所以这是模组使用的共通原则 那我们刚刚有讲那个彩虹排线 所以G它是咖啡色 中 然后V是红色 然后S是橘色 而且刚好都照顺序 那所以将来它养成 你就前面几次刻 一定要跟它强调 这一个共通的尝试的部分 那它只要养成习惯之后 它就以后拿到模组 只要是通用型的 那它就知道说GVS 它就会去找一排把它接上去 不会接反 那即使不是通用型的 它最起码它知道G跟V 这两个是供电端 供电端只要没接错 第一个它不会烧掉 第二个另外剩下的那几只脚就是讯号线 所以这样子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通用型的一个教材教法的部分 所以我们都会在上课一开始的时候 一定会跟小朋友讲这个 那这个只要刚开始把它弄清楚之后 小朋友就会很好教 小朋友就会很好教 那接下来这个同模组 我们用这一个例子 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 我一样在给各位的档案里面有这一个档案 那这个档案我陆陆续续都会去不用了 那我先来找一下 这边有一个 文外线 这个东西叫曼陀罗 假设我今天要上 我希望教他们类比的输入 那所以我就会挑一个 某一个类比输入的零件 然后我就讲它的共通性的原则 比如说类比输入 它就是它进来的讯号 根据Arduino的精度 它最多就是0到1023 分别代表0到5伏特 所以它进来会有这样的一个电压的讯号进来 那所以数字的大小可以反映出它的程度的差别 那所以呢 你像这一类的感测器 它其实它的程式用法是一样的 它唯一不同的 不同的就是说使用的情境 使用的情境 那也就是说 我交程式 我只要挑某一个感测器 然后程式的用法交一次之后 那我下次呢 在交同一类型的东西的时候 我程式的用法我就不用再交 但是它们唯一不同就是使用的场景不同 比如说麦克风 我如果今天是要侦测声音的大小 那我会挑麦克风 那我如果今天要侦测的是距离的远近 那我会挑超音波 或者远距离红外线 那我今天如果要做其他的事情 我会根据我的场景去挑我的感测器 那只要同一类的 它的用法都相同 那根据 那在交某一个感测器的时候 我就会习惯用这样的方式 我会先跟他讲这一个感测器的重要的原理 就是它可以侦测 像红外线避障感测器 如果是类比型的 它可以侦测第一个远近 第二个 有没有东西挡在前面 第三个 它的颜色 那为什么你会知道那么多 因为我是做实验来的 那当你知道这几个原理之后 我会用曼陀罗 当然那个基础的教学要先 还是要先讲一下 就是在 这边我稍微带一下 就是我们在教小朋友的时候 如果你是初学者 我会 这个是我的我自己 自己搞的一个五层次 我先大概讲一下 那所谓的概念工具教学就是 先教工具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先教某一个概念 比如说类比输入 那我就先拿一个类比输入红外线出来讲 那讲完它的原理之后 我会带一点简单的利用它的小应用 比如说 如果距离很近 数字很大 数字很小 那我就让小猫变小 如果距离很远 数字很大 我就让小猫变大 这个就是那个概念的单一应用 那所以它叫做工具应用课程 那所以我们平常在 尤其这种方式是对那个基础型的 就是刚第一次进来接触 Arduino的小朋友 这种方式比较好教 而且它是属于先练内功 那先练内功的好处是 它可以自由想像 它练好内功之后 它招式可以自创 所以我就会这样子去带 然后这样子带几轮之后 就跟教数学一样 讲一个定义概念之后 让它几个练习题去应用 然后它这个概念熟了之后 我就再换下一个 然后同一个类型的都练习完 练习完之后 我就会给它一个小主题 真正去做出一个东西出来 那当然如果进阶之后 我会进阶或者是社团课 我们就会从中间往下 就是我先定一个小主题 我就是要做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做的时候 我会怎么去拆 拆了哪些部分 然后哪些部分的原理是什么 会由中间往下 那其他的部分我们之后再讲 那所以用这种方式 我就可以去发展我的课程 所以刚刚有老师在问说 我不知道上课要上什么题目 你可以参考这个 那我们就会让同学去发讲 或者老师你自己准备教材的时候自己去想 那根据我刚刚的原理 那你就可以利用九宫格 因为你旁边有八个格子 所以你就必须要去把它填满 那大脑的机制很简单 当你有格子的时候 大脑就会有办法去想出来 就会去把它填满 或者跟人家讨论都可以 那像比如说 既然它可以分辨黑白 那我就可以做巡线自走车 我可以侦测边界 我可以侦测颜色 那既然它可以侦测 有没有东西挡在前面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做 那种门窗开关窗户的警示 或者做一些触发的装置 那或者 那既然它可以侦测 有没有东西挡在前面 那我可不可以在中间计算 第一次到第二次经过的时间 那我就可以进阶的去 比如说 控制角度 那个打高尔夫球 你在上面停多久 离开 然后竿子挥出去力量多大 那或者说你跑步 从出去第一次接触到第二次回来 那就可以知道它的时间 知道时间之后 你就可以用操场的距离 处理时间 就是它的速度之类的 然后你可以知道远近 那我可以做体感的遥控器 然后你也既然可以侦测时间 那你就可以侦测 我多久时间没碰它 或者我碰它碰了多久的时间 那当然触发的时机 比如说心电感应 你做两个装置 那是不是同时按下去 或者是像侦测接触的时间 那这边我会讲到另外一件事 为什么我们可以想 就是同样一个类比或数位的讯号 为什么你可以想到这么多东西可以做 这个部分你要回到它的根本来看 那这个部分我要跟各位分享 这个蛮重要的 老师怎么样可以很厉害 其实如果是一个数位讯号 没有电的时候 有电的时候跳上来 然后没有电又跳下去 然后没有电没有电 然后它下一次按下去有电 假设这样子 那所以这边是没有电0伏特 这边是5伏特有电 也就是说在程式里面 这个代表1 这个代表0 那这其实是类似电波的示意图 那你要去想这一件事 如果今天是一个数位输入 它的状态只有0或只有1 两种状态 所以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是不是就只能侦测这两种 其实不是喔 那你要怎么去思考这一件事 我可以侦测1跟0这两种状态 这当然是一定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可不可以 你看喔 这是时间轴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侦测我按下去 从这里到我放开 经过多久时间 可以吗 对不对 那我可以侦测我没有按 多久时间 那我还可以侦测 这一条线要怎么侦测 从没有按 变成有按的状态 这个部分也是可以侦测喔 那包括从有按到没有按的状态 那你这两个 这几个 会用在不同的时间场景 比如说 我弹钢琴 一定是按下去的那一刹那 发出声音 那所以你要侦测的 绝对不是这个按下去的这一条 而是这一个启动的状态 好 那我们去 那个 那个 你踩到地雷 踩到地雷呢 它一定是你脚离开的那一刹那 它才会爆炸 所以那种场景 你会需要侦测这种状态 那 包括你从 你要侦测那个 次数 你就可以侦测 当我这一次 上 侦测到启动之后 到下一次 侦测启动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我可不可以计数 可以啊 或者你上去再下来 这完成第一次 那我下次再上去再下来 这个就计数再加一 第二次 所以你光是看这个 刺波器的原理 你光是看这个原理 你就可以发生很多 可以侦测的东西 然后再根据 你要侦测的场景 你侦测的场景 然后去 去挑选 去设定你要使用的 积木 那我这边的积木 这个档案 我有附给各位 那各位必须在 那个Transformer 打开的时候 在 在这边 从你的电脑去挑选 去把它打开 那这个是 同一类的积木 我这边给各位的有 有四五个吧 有数位输入型常用的程式 然后 数位输出型常用的程式 类比输入型常用的程式类型 跟PWM常用的程式类型 那我现在因为时间不够 所以我就挑一个 跟大家大概说明一下 比如说像这一个 这一个是 数位输入型的 数位输入型的 所以我们开始 像Transformer的好处是 它有定义 然后才使用 有先定义再使用 所以我们在 交积木的时候 一定会把这个观念 带给小朋友 先定义再使用 那方便它将来 进阶到文字型程式 它一定会先做 定义 然后才去做使用 好 那所以我们在交的时候 你拿到一个感测器 我们会去 先让它先观察那个数值 所以我其实我在交感测器 有一个口诀 就是先了解再测试 然后先观察再使用 那这个口诀呢 也可以帮助它做自主学习的练习 那这个之后我们会再做实际的说明 所以我会先 我拿到一个感测器之后 我会先让它去观察 那单一感测器的观察 其实你放在Squitch的说 它就可以去 去看到那个数值 到底进来是长什么样子 那如果是多感测器 我这边其实都有放说明 各位可以 如果要看的话 可以把它打开 那如果你是多感测器 你要看到好几个感测器的输入 那我们就会用变数 那变数的话 在这个地方 就会去出现它的值 所以你用这种方式 都可以去观察到它的值 所以一开始呢 我让小朋友做感测器连接接上去之后 去观察那个数值 那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感测器是不是正常 然后它的规律 规律是怎么样子 然后呢 再来的教学呢 既然它已经会观察了 我们才来使用 先观察再使用 那所以 如果 程式的用法 通常有这种单点的 单点侦测 我要侦查 那这感测器在某一个值的时候 我去启动什么是 这个叫单点侦测 那也可以用等待直到 那这两种的方式 效率是不一样的 方式也不一样 有重复回圈的用如果的这一个 它会一直不断的侦测 所以只要侦测到 它就会一直不断的启动 那这个等待直到呢 它会只做一次 当然你也可以包重复 所以看你程式的需求 你要怎么样去用它 然后如果你是只有两种状态 那我们就会用如果否则 那如果呢 你是要检查个别的单一状态 然后我们就会等待直到 它等于1的时候我就做什么 等待直到它等于0的时候我做什么 那如果你要像刚刚讲的那个 你要侦测启动的那一刹那 就是按按钮的那一刹那 那就是从0变成1 那这时候你用等待直到就很好用 那这两个颠倒呢 先侦测0 再侦测到1 再等待直到 先侦测是1的状态 再侦测到是0的状态 然后我才去做我的事 那这个就是炸弹爆炸 离开才动作的那个部分 然后你就可以再去加上时间的判断 再做更复杂的应用 或者直接用数字 那包括像 我讲一个类比输入的 类比输入的形式呢 它就更多了 它除了类比形式呢 因为它的那个单一点 单一点的侦测比较难 因为那个数字会跳动 比如说它刚好是0点 2.5伏特的时候 它可能会在120 512左右 上下会跳动 所以你很难去准确的抓到某一个值 所以我们平常比较少用等于在类比输入部分 那反而我会 就是抓一个点 它如果超过 就是一个分界线 超过我就做什么 那不超过我就做什么 如果否则不超过我就做什么 超过我就做什么 所以它是一个分界点的概念 那当然 它也可以直接拿来做运算 类比可以直接拿来做运算 那比如说你要把那个 感测器旋转定位器 拿来直接做小猫的位置的移动 那你就会经 把你的数值经过一些简单的运算 然后再做点位移 它就可以刚好在画面的左右边移动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真实 虚拟跟真实的转换 就是输出跟输入的转换 因为我们平常其实在真实的世界 假设你的感测器有可能是范围是0到1023的范围 但是你真实世界的运用可能是某一段 比如说0到255 比如说你要点灯的话 PWM点灯它就是0到255 所以你从输入到输出你要怎么做转换 其实它是可以做运算 那另外比如说如果你是多区段 多区段 多区段的话我们就会用 那个类似像case 在这边 你就会给它一个范围 如果是这个范围我就做A 如果是这个范围我就做B 如果是这个范围我就做C 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去做各种不同程式的应用 那这些不同程式的应用 其实都是同一个类型的感测器可以使用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即使你挑的只是一个按钮 它都可以做出千变万化不同的应用的范围 好 好 那这个是我们讲的那个就是不管你是上单一感测器 然后或者是我们现在用的整合型的上法 所以你这边可以 也可以不用是这个 比如说你就是直接使用类比输入型的 那它这边就可以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类比输入型的方式去做各式各样的主题发挥 所以其实这个曼陀罗它是一个发展创意的很好用的方法 那当然它也可以拿来做你的课程的设计 你就从这边其实可以很容易想出各种课程的内容可以去上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它全部给讲完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有两种方式 就是如果你是基础型的我会习惯概念 然后应用概念应用概念应用 然后小组题 如果你是属于这一种的话 在那个我们的我上课的模式就会是这样 我会先讲基础的原理 然后给一些简单的应用让它去熟悉 那熟悉完之后呢 我会很重要的是你为了要素养化 所以我会出一个曼陀罗的这个 刚刚那个曼陀罗九宫格 但是我这边会出一个主题 比如说我今天假设我今天教的是类比输入 那我这边就会直接写类比输入 那这八个空格我就会请他回去找 或者在学校里面找 请你找出八个 是属于这种类比输入形式的讯号或方式 当做他的回家作业 或者是讨论互动分组的一个讨论内容 他就会回家找 比如说我的电锅就是只有一个开关 我要么就是按要么就是不按 我家里电锅的开关 要么就是按要么就是不按 我的摩托车的喇叭 要么就是按要么就是不按 他就会想出八种不同的东西把它放上去 那这有什么好处 就是当我要培养小朋友的能力的时候 至少他要先知道我的真实生活情境里面 哪些是应用这种原理去产生的 当他有了这样的观察之后 他才能够真正把这个能力养成 他才知道生活里面什么是这样做的 然后接着下一张 下一张我们就会让他去 一样是九宫格 但是内容你可以不一样 内容一样是可以一样是内笔输入 但是你就规定他说 这一次我们要填满的八个格子 是你还没有看过的 但是是用这个原理的 那他就会开始去做一些创意的发想 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培养他的创造力想象力 然后甚至后面进一步可以直接拿这个东西来做他上课的小主题 让他去把他实现出来 然后等你到上课的最后面 其实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做后摄 那所谓的后摄就是你整个课 Round了一 round之后 我们就会有一个类似整合反省归纳的一个思考 那我会习惯用照片 让他去回忆 所以老师一边上课一边拍照是好事 也方便你做成果 好给他看照片 让他知道说 我们在做这个专案的时候 一开始我教你感测器使用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讲四个步骤吗? 先了解再测试 先观察再使用 所以你在了解的时候 你先知道它的原理了 不管你是老师讲的 还是你Google验证 然后后来你把它接上去做了测试 证明这个元件是正常的可以用的 而且它的它的数值是很规律的变化的 然后再来在观察的阶段 我们就会去观察说 当我的手靠近的时候 数字是变大还是变小 然后到某个距离 数字大概是多少 然后有档跟没档 或者什么颜色是什么数字 当你去观察了之后 你才会知道说 那我就知道大概怎么用 然后你最后才会去根据你的情境 去写你的程式 当你把这样的东西 跟小朋友讲了之后 然后也把这个四个步骤 跟它强调之后 下一次上课 你就拿了一个新的感测器 你就不要先教 你就直接问他 小朋友 还记得我们上次有说 拿到一个新的感测器 的四个步骤 小朋友第一次可能会不记得 没关系你就刚开始再提示 先了解再测试 先观察再使用 那如果说两三次 四五次之后 我想再笨的学生 他都会把这四个步骤记起来 所以这当你第四次 第五次上课之后 你会发现 小朋友会主动 会自动 他不会拿到一个 感测器没看过 他就一直跑来问你 老师这个要怎么接 这个要怎么用 他就会自己先去串 所以我们也在 教学生自主学习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些方法 有一些方法 然后你在 再透过刚刚那个后设 再去回忆他 我怎么跟生活做连结 然后我怎么去发挥想像力 怎么去应用 那这样其实 你用这样的一个上课的方式 就可以让小朋友 第一个上个很好玩 第二个那个内容 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 你知道国小小朋友最喜欢电脑老师 跟体育老师 为什么 因为体育老师可以发泄精力 然后电脑老师可以让你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是你可以 你一样是学程式 但是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程式 或者用自己的方法去做出自己的东西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那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这一种社团的模式 你是PBL的 你是小主题往下的 那我们的上课模式就会不一样 就会改成 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要做一个小的电子琴 那这个电子琴呢 我们会怎么拆 他可能会有哪些部分 会有按键 会有灯光 然后会有喇叭之类的 然后那个角色要怎么动 先做那个系统拆解 拆解完之后再去各个急迫 然后再去讲他的原理 那这是我们两套不同的上课方式 那根据你的上课需求去做连结这样 好 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把那个重点提示提示到这边 那至于那个没有办法讲到的部分 就等以后惠美老师 因为这个课其实你要深入去了解的话 他真的很多可以讲 那所以那个还没讲到的部分 各位就自己去看 那用我刚刚讲的原理去发挥你的想像力 那我们后面还有三个小时 之后还有三个小时 那剩下的十分钟 我就来回答一下各位的问题 好 那个 我想如果是个别软体需求的 你等一下稍后你可以留下来 或者是之后你可以直接用脸书敲我 我再跟你个别回复 那如果是比较大家会通用的问题 我会在这边直接做做讲解 好 好 那个军医 惠美老师有提到 军医平台那边 如果各位老师没有设备 那可以到军医平台那边去借用 包括Arduino 或者是Piccoball 还有7697 那其实我当初为什么会加Arduino 因为Arduino最便宜 所以即使上面没有设备的钱给你 没有给你设备 我自己用Arduino加几个感测器 就每个不同类型的感测器我挑一个 我就可以上课 所以那个花费是非常低廉的 然后上次我们也讲过那个模拟器 所以这个是设备的部分 然后那个 强老师有分享那个极歌积木的部分 那其实我会比较希望说 如果有老师做外挂积木的话 我会希望你都可以直接挂到官网去 这样子就会让大家更方便了 不过当然这个是 著作权是在个人 然后军医上面其实有课程 各位也可以在上面直接学 然后讲义 讲义范例内无档案 那各位老师等一下 在下课的时候我会再把它补上去 那各位过了12点之后 可以再上去看一次 如果里面没有的话 那所以 原理应用素养化创造力跟后设 我们一般这个比例的拿捏 其实要看老师 看老师比较希望学生学到什么 然后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 但是我认为一学期里面 你至少要把这个方法讲个两到三次 让他建立习惯 那只要他建立了习惯之后 你之后其实可以讲技术比较多 OK 但是你这个流程一定要跑 要去主要是建立他的习惯 然后让他知道说 我怎么样可以跟真实生活做连结 那至于那个怎么样用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去弄你把你课程放进来 这个我们在下次的课程会讲 有建议买的阿交路板子 便宜的就好 各位 那个100块的就好 所以你在网路上随便买都可以 都很好用 版本是什么 如果你是买 我会建议教学用是UNO还是最好 因为网路上的资源包括教材 你买得到的书 网路上找到的教案 大部分是以UNO为主的 所以如果你是学习用的话 我还是会建议你用UNO 然后因为我个人不喜欢被厂商绑手绑脚 所以我选的设备一定是最通用 网路上随便都买得到的 我会尽量不去找那种专用的配备 比如说你找的这一套设备 它是专用插头的 虽然它有防呆很方便 但是你就没办法扩充 然后你就只能用它的这一套 那万一你想用的那个硬体它没有做 那你就没办法用 那你就或者你要透过其他的方式去做转接 所以我是个人是这样子的选择 那不一定 看个人的需求 那现在 线上课程硬体的关系无法达成 那因为 对远距教学 其实真的在这个部分的教学会有困扰 那所以如果你用我们上次的模拟的部分 至少基础的部分它能够有一些概念 然后可以做简单的模拟 然后再来呢 也是为什么如果你选Arduino的话 它超便宜的 你只要一个Arduino100块 然后感测器几个 你其实小朋友的花费不会超过500块 如果真的想要有设备自己在家学习的话 你的设备真的是会是最低低廉的方案 这还是我个人的建议 那当然如果你要选其他的板子 我们都不反对 那但是对我 对我来讲 我认为没有 我个人认为 像那个Microbit 像Hello Co 这一类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去玩到外接的功能 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 纯知科 纯写程式的 训练程式用的 它就比较不属于创客动手做 那创客动手做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我之后会跟各位慢慢分享 那这个是由于我们学知识的一个结构的问题 如果你都是虚拟的抽象的学习 它是需要做不断的复习 记忆你才会装到你的脑袋里面去 那如果是属于动手做的这一类的课程 它学到的东西会属于那种 脑神经的连结会非常的多元 所以它会变成身体的经验 那你就会几乎是永不忘记 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层次 所以我个人其实会认为说 如果你觉得你在小朋友在 不管哪一个领域的学习上 如果他有遇到困难 比如说学自然 学数学 如果遇到困难 我会建议你把它转成创客式的学习 把它融合在一起 我可以包准它的学习的效能 会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那我这边 就是在这里 就是不管你是用 你用基电整合发明的一个设施 做成的一个学习角落 比如说一个超音波挂在门上面 然后就不断的播放 有人经过就播放英语干誌 这种催眠学习法 那他一天上课至少小朋友一天一个人 就会经过至少16次 八节上下课 那一个班就30个人 那就不得了的次数 你就算每天听20个单字 你一天听400次 我不相信他学不会 所以你利用这种学习的角落 做这样的设施 或者是你直接把你要教的东西 融合在你制作 这个专案的过程中 就去学到那个专属的知识 或者是说 你让小朋友非常喜欢做这些东西 那比如说他做一个投篮机 然后他要算抛物线 那国小没有交抛物线 但是他想要做把它做得很好 他就会很想要去学抛物线的这个知识 然后就会上网或者去问老师 所以你透过这样的学习 事实上他也可以爱上其他的领域 所以这个是我对创客教育的一个期待 好 那我想时间 还有一些小问题 对我基本上基础的学习是建议用nano 因为它的教材跟资源是最丰富的 那当然你有特殊的应用 比如说我想要做那个摸了就会有反应的 那我会建议你去买MekiMeki 或者是用上次范运萍老师介绍的李奥纳多 那所以根据还是一样根据你的不同的需求去做选择 好 好那 建议习惯的例子 那个陈老师我在 这几次的课程我都会再讲一些实例 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再继续做说明 好 那基本 好 大概就是这边 好 如果各位老师还有问题 就后续再跟我做个别的联系 是 我把这边交给惠美老师 好 那个非常感谢那个邱老师无私的分享 因为其实今天要整个Hover的内容非常的大 特别是光 这个怎么讲 Squatch跟外部感应器的这个中介程式的部分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那因为刚好今年 因为刚好今年那个 花莲办理那个Squatch的硬体赛 所以邱老师被迫 每一个都要去涉略跟熟悉 当然他之前就已经在各个软体上都有做一些练习 对 然后刚刚其实我们在讯息列里面有分享一些资讯 特别就是在疫情期间怎么样 让老师能够持续再把软硬体这样的课程带入 我想是一个重点 那我们在7月17号有请刘展华老师进行分享 那也非常欢迎各位老师能够上线 好 那 那接下来我想最最后的话就稍微帮 就是邱老师这边再宣传一下 就是今天课程结束之后 接下来就是7月7号的部分 7月7号是星期三的上午 好星期三的上午 然后就麻烦各位老师上线 那等一下邱老师应该还会再留个几分钟吧 每次我都有特别要求他稍微留一下 那如果各位老师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稍微开一下麦克风 或跟邱老师互动 那我想今天在线上的朋友非常多 那最后是不是 如果说你想要跟邱老师谢谢啊 或高维跟他挥挥手 就欢迎你打开麦克风跟他互动 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好谢谢 好拜拜 拜拜